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早安 昨天我们讲到十二缘起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之所以流转 生命总是在无尽的缘起世界当中 来来去去 可是我们总是在迷迷糊糊当中的过日子 那么通常我们讲到十二缘起的时候 会讲到说因为过去的无名 跟行所以产生今生的事 生命的再现了 那么生命再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 精神的生理的心理的名色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什么呢 前世的因造成今生五种的果 那么今生有三种的因 又造成来世的这种果 分成前生今生来世 三世两重因果 但是从阿罕经的原意来看起来 不是这样子的 当下我们把十二个节目 全部一念就把它演完了 那个速度之快 不是我们这样初心大意的人所能理解的 很快的一念无名产生了这种行为的造作 然后认知分别 马上就产生这个六人入处 处受爱其有生老死病 这个苦恼 它是一念之间的就演完了 这十二个缘起的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喜欢把它切割 切割成三世两重因果 两绳因果这样子 但是依我的看法的话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对于这个生命的运作 它的流程 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研究 那么我们对生命的真相不理解 一切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往往会怪这个环境不好 家庭 家庭 别人都是外在的一切呢 造成我这种生命上的一种困顿 那佛陀呢 他逆向思考 一切问题是在于我们对生命的实相不理解 因为对生命的实相不理解呢 所以我们种种这种乖僻的行为 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生命的实相 一旦我们认清生命的实相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 就我们所具备的条件去发挥首长 来展现生命的这种意义 所以佛法认为一切的问题不是外在的 外在影响我们很大 没有错 但是最根本的呢 还是在于我对我自己生命的流程 演进 我都迷迷糊糊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生命是走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生命在扮演什么角色 我都搞不清楚 剧本呢 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实相了解的人 他生命的剧本已经早已经写好了 他只是按照这个剧本呢 一幕一幕的演下去 让大家鼓掌 所以这个就是谈到佛法呢 问题不是在外边 在外边我们不能掌控 问题是在我们的身心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改善 我们可以去改善 无知 透过努力读书 这个无知就没有了 那种种的恶性 不好的嗜好 然后我可以慢慢改掉那些不良的嗜好 那么我的行为呢 就没有这些麻烦 所以问题不在外 而是在内 那在内的话呢 我们可以掌控 所以那天那个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是来到山上 他就说 啊 我们都是上帝安排我们今天见面啊 我们怎么样子的 我说不是啦 是因为你来山上吗 我在这边刚好 我们有这个姻缘 我们碰面啊 上帝还不认识我呢 怎么会安排呢 你我见面呢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以佛教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的一切一切呢 完全都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不要去怨天与人 也不要去怨父母穷 都不要怨 都怨自己 一切都是业力在安排 业力谁造的 你自己造的 你怎么去造的 你起心动念造的 所以问题在我的身心 不理解 错误的认知 导致我有错误的行为 这个是我们对十二元起 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那如果你对这个生命的流程 不知道的话 不理解的话呢 就叫做无名 那有了无名 一定有问题产生 只要有无名 问题就会产生 所以这个是 让我们了解这个 杂音诵 契经杂音诵里边 所讲的这个十二元起 就是生命的流程 的法则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如此 接着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这个五蕴 色 是生灭法 受想形式是生灭法 知色是生灭法 名为知色 知受想形式是生灭法 名为知识 这我们一再强调的 在我们生命的舞台当中 有五个很重要的角色 生命的舞台上呢 有这个受受想形式 这个五个重要的主角 受受想形式 当然它如果要讲到配角的话 就很多了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色身相灭出发六层 那这个十二个配角 在生命的舞台上呢 那真的是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 让你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多才多姿 那我们现在不讲那个十二个 那个配角 我们讲的最主要的这个主角 第一个是色 色想形式 这个无韵 那色 可以分两种来讲 外在的形形色色 山和大地 占有空间 占有体积 有形态 有作用的 我们称为色法 以现代的名词来讲呢 就是物理的世界 物理的世界 有质量 有形态 有作用 这个房子多高多大 几顿重 那么这个桌子椅子 站在那边我就过不去了 它占有空间 所以舍的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叫障碍 障碍 你现在摆一张桌子我过不去 那么我放一个东西放了杯子 在桌子上 它不会掉下来 因为有桌子障碍住 所以它的色的一个名词 就是障碍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可以分析 可以分析 把这桌子切开来看 里面有什么 可以分析 有障碍可以分析的 我们称为色法 那这个色呢 通常我们是用四种元素来代表 叫做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呢 按照不同的比例 所以有形形色色不同的东西存在 如果像这个树叶软软的 你捏一捏就有水 水大很多 那这个桌子呢 很硬 硬邦邦的 我放十斤二十斤 放在这边 没关系 地大很多 佛陀是依照它的性质呢 来说明它的这种 组成是不同 作用不同 那钢铁呢 更硬了 那地大呢 就更多了 所以佛经里面呢 是以它的性质 以它的性质呢 来说明这些 眼前的这些现象 那像这个花啦 树木啦 你捏一捏呢 水就跑出来了 哦水大很多 那么这个四大呢 一定有它的温度 钢筋 你来量量它的温度 桌子你量量量温度 都可以量出来 地水火风 风的话就是说 我们任何存在的一切 我们看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以佛眼来看的话呢 它是很小很小的那些 地水火风呢 最小的一个单位呢 串来串去串来串去 在绕动 所以它是动态的 它不是固定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固定 但是以佛眼来看的话 它里面是 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那种 电子啊 直子啊 合子啊 接力子啊 什么东西呢 在跳动 它是一种波动型的 所以我们佛经里面 就简单的一个名词 说叫做风 地水火风 那我们外在的世界 形形色色 是无常 但是佛法里面 重视的 不是外在的世界的无常 哦 你说山崩地裂咯 大海啸咯 火烧山咯 这些外在的世界 是无常 但是佛法重视的是什么呢 我们内在的 这个色身的无常 想想当年我们起木嘛 现在我们怎么样子呢 发苍苍 世茫茫 是不是啊 过去的时候 我们骑脚踏车 在海边 陷荡风 是不是 现在呢 你就不会陷荡风了 陷荡风听不懂 就是骑车子到外面去吹风啊 现在里面那个心智了 现在你想研究生命了 所以 佛法重视的是 我们的色身 我们的色身 他讲的色法是 讲我们这个四大组合的色身 四大组合的色身 所以佛陀跟弟子之间见面 第一句话先问什么 四大调和佛 一现在讲的话 你健康吗 你会不会生病 知道吧 四大调和佛 如果你地水火风调得很好 你就不会生病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戒条 现在要增加了 不能吃冰 知道吗 不能吃炸的 不能吃炸的 不能吃冰 只要你 戒掉这个炸的东西 跟戒掉这个冰的话 你的四大就容易调 另外呢 我发现有一个信徒呢 他喜欢吃水果过日子 他懒得煮 一个大学生毕业了 在那个科学园区上班 我说你的吃出问题了 不会啊 我买很多的水果吃 天天吃水果啊 那维他命C都很足啊 我说不行 你的身体很差 精神很差 他说他三顿饭都是吃水果 可以吗 不行 我发现我们吃素的人 水果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的话太寒 皮湿 皮湿以后呢容易生病 所以这个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你了解它 吃什么东西 会让你的地水火风 哪一个增长 那你就少吃这一类东西 那如果我们吃素的人 我们吃生菜沙拉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知道吗 生菜沙拉太寒了 吃了你的这个皮脏会湿 你不要听信 这个世间人讲说 生的东西才有酵素 吃了你就吹笑 真的 那个叫酵素 不行 我过去也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位 嗯 有点 吃了 我 这边 这边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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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